祝本席宣布開會 我們先進行我們的業務報告 我們先請財政處 張處長 業務報告 大會主席國議員 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現在由財政處做工作報告 財政處的工作報告在81頁到83頁 請參與 現在由我來做緊要的說明 第一 財務管理方面 稅入預算的執行 我們104年稅務的總預算為7081 我們決算執行的結果達到7091 9200餘萬元 執行率100.25 公共債務的情形 到105年2月低至 本府長期債務545億 短期債務170億 合計716億 符合公共債務法規定的 在線比例 第二道項 庫款支付 第一 我們持續辦理行政革新的措施 簡化支付作業 辦理各項費款集中代交 結條郵局新轉及時入帳 及事辦區公所代辦 由市庫直播的革新措施 付款時程縮短1到5天 第二 積極推廣電匯支付款 使支付迅速更安全 並提供查账網站便民服務 電匯的比例 從100年87% 積極推廣 104年度已達98.63% 我們的目標是99% 經濟支付作業 簡化支付的流程 我們規劃推動支付平單 電子化作業系統 平單資料由網路傳輸 取代人工資本遞送 減少人工作業 預計105年4月起實施 每年約25萬筆受款人 將加速在3到5日內收到款項 公產管理 第一 積極推動促餐業務 本府促餐案件的成效 104年與民間簽訂案件有9件 簽約的金額有63億元 獲得行政院項獎勵金 3335萬餘元 目前正推動的促餐案件有17件 預計在105年以後 可以順利逐步簽約 第三個 我們海安路的地下停車廠 ROT案 於104年獲得財政部 第13屆金破獎 機關團隊的優等獎 台南市立安南醫院的BOT案 榮獲104年民間經營團隊特優獎 第三我們持續辦理室有 閒置土地及建物的煤河 到105年度3月20日 共煤河16處 移工各機關執行業務所需的場所 國化室友閒置房地 節省市庫之處 第四 煙酒管理 第一 績效考核 煙酒管理榮獲財政部104年中秋節 以及不定期的撕裂煙酒茶集 兩項第一名 全國第一名 另外榮獲 春節支酒專案茶集考核 全國第二名 差集的績效 104年8月到105年3月 共計查獲 撕裂煙品 618,000余包 撕裂酒品 40,600余公升 104年8月到105年3月 對本市煙酒業者輔導及稽查管理共計 643加次 包括煙酒製造業者19加次 買賣業者573加次 我們對於金融機構的輔導 本市第三信用合作社的業務 我們也依照金管會的指示加以輔導 那麼104年12月份 預防比例已經降至0.07% 那麼104年度 12月底 盈餘有4297萬6千元 以上是財政部的工作報告 盡情指教 接下來我們再請主計處 陳處長業務報告 主計處工作報告 主計處工作報告是 從104年8月1號到105年3月20為止的資料 書面資料請參閱85到89頁 我們在公務預算的工作部分 籌別本市105的總預算 還有各附屬的單位預算 那這個我們在104 9月24號已經送請貴會來審議 並經貴會105年1月6號來審定修正通過 那在104年度的第二預備金 我們也是匯編完畢 那今年105年4月7號的時候 我們也送請貴會來審議 那目前執行的一個結果 就是3億5934萬4千元 那有剩餘4065萬6千元 那在地獄備金的部分 我們地獄備金1千萬 104年度執行結果是動之560萬 還有剩餘440萬 那105年度的地獄備金到目前為止 是動之121萬9千元 那我們本身也從事 那個會計制度一個研定 那到104年11月的部分 我們也完成了 台南市普通公務會計制度 一致規定的草案 那經行政院105 3月17號來核定 那目前各基金 本市的基金有21個 但是105年有裁測一個 因為國民住宅維護管理基金 配有國宅條例的會子來裁測 那剩下有20個 那我們是就18個一個基金的部分 來訂定會計制度 那在目前到105年4月15的部分 已經訂 草案已經完成10個 那已經送相關單位來表示意見 104年總決算的會 我們已經編制完成 我們以4月20號的市政會議通過 預計4月30號以前 送審計處和行政院主計總處 那我們104年度的一個會計查核 我們總共有抽查了85家 85家 整個一個抽查的報告 也有天報之後 有核轉各單位能夠來做一些改進 那在統計工作方面呢 我們公務統計的部分 我們有一個主要是推行公務統計方案的 執行和管理 那輔導各機關去辦理統計方案的一個 增山修的作業 那包括統計資料的一個提供發布和書刊的一個編運 我們主要有103年統計的年報 性別圖像還有統計的月報等書刊 那我們目前也有辦理 植物上應用的統計分析 統計有13篇一個統計的一個通報 那在調查統計的部分 我們今年核定有事件 核定調查有事件 那本身每一年例行的就是有家庭收支 還有配合中央辦理的人力資源調查 但是每五年一次的一個調查 在105年我們辦理104的農林普查 農林漁木葉普查 那我們台南市總共有11萬510家 那原則上是從4月1號到5月31號 整個做一個普查 那在105年1月27 我們也成立先行接牌 2月1號到7月31 成立普查處 那預計做一個普查的工作 那目前呢 我們也完成了30場的一個群錢會議 那104年我們也完成了主計處的 英文網頁的建制 裡面有包括所長的介紹 業務執掌等等的一個相關的訊息 請各位參考 以上 我們接續請那個稅務局 張代理局長義務報告 大會主席郭議員 二位議員李士先生 現在由稅務局代理局長張少元做稅務局的工作報告 稅務局的工作報告 要在91到98頁 請各位議員女士先生參約 現在做栽要性的報告 以稅客收入執行的行程 104年1月到12月止 稅客收入累計實證數為221億元 成長5% 105年1月到105年2月 稅客收入累計實證數9億1千萬元 較上年度同期比較減少4億元 稅捐積增的業務 第一 地價稅運用銀扇資料及房屋稅等多項通報資料 對課稅資料不符則恢復課稅 增加稅額3千7百餘萬元 第二 實施地價稅及及使用情形清查 值104年8月到105年3月止 共增加1億1千3百餘萬元 房屋稅 執行房屋稅及清查工作 104年8月到105年3月 共增加稅額1億1千餘萬元 1億2千6百餘萬元 第三個是使用拍照稅 我們104年8月到105年3月 身心障礙者免徵使用拍照稅申請案件 受理6139件 使用拍照稅的清查 對於身心障礙者免稅車輛的清查 共計5稅1千151萬元 第四 加強欠稅的清理與執行 第一 加強法拍案件進度的掌控 到105年2月止 法拍的案件入帳553件 金額1億3千餘萬元 104年度法院拍賣入帳 一共1118件 金額3億1千9百餘萬元 第二 協調法務部 行政執行署台南分署 加強欠稅增期 104年8月至12月止 增期以前年度欠稅 累計1萬4309件 金額7517萬元 104年度增期以前欠稅年度 計6萬1238件 金額4億7千餘萬元 第三 加強為民服務辦理情形 一 成立客服中心 一通電話全程服務 第二 增設個稅服務專櫃 建立分眾服務機師 以專人專櫃提供地價稅 增值稅 房屋稅等申報 諮詢等19項服務 從民眾來說短洽工的時間 第三 提供中午不打烊服務 民眾可利用午休時間 至本府稅務局申辦案件 第四 開發iPhone軟體 協助民眾填寫書表 第五 結合市民卡 一卡通零貴缴稅或退稅 便利民眾 第六 與交通部公路總局 嘉義監理所簽訂誇機關合作 代收代轉民眾申請案件 第七 與地震事務所聯盟 提供即時查簽服務 減少民眾奔波往返之苦 第八 災害損失免申請主動檢免 災害損失案件 均主動勘查 對於符合減免規定者 主動辦理 並由民眾提出申請 第九 成立稅務宅配通服務群 非本市大樓 設有管理委員會 及管理員的大樓 提供65歲以上行動不便 老人 以及有身心障礙手冊 或是家屬有重症 無法出門者 我們一通電話 到府服務 解決外出申辦的不便 104年8月到105年3月 受理42件 以上是稅務級的工作拜課的摘要 盡情指教 報告大會 現在業務報告完畢 接下來是進行業務質詢的議程 首先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依照本會的規定 業務質詢各該委員會議員優先第一輪 時間均為10分鐘 第二輪的部分 則不分委員會 依為議員登記順序質詢 該委員會議員之質詢時間為10分鐘 或該委員會議員質詢時間為5分鐘 第三輪之後 依登記順序每一位議員質詢時間為10分鐘 我們今天就按照這樣的原則來進行 如果沒有意見的話 就請各位議員同事開始進行質詢 那首先我們請蔡議會議員 這個是我們請蔡議員 請蔡議員 請蔡議員 詞文賴 請蔡議員 隨兔 典 三四年多 稅計剩餘十四億 贏得每名 我來投影資料 市長你看看 簡單說在一百 三年多 我們的負債總額是七百二十億 按審計書的審額報告 中間我們看得出來 今年多 您提供的資料 一年以上的衛廠負債 五百四十五億 斷值負債一百八十五億 加起來 總共是七百三十億 反正我說 按我們的銷算起來 我們是今年比股年多支出九點四五億 您說算一款 十四億五億 我請到市長 怎麼算銷 您說我要做參考 市長 債務並不包括在年度的稅入稅出裡面 沒關係啦 我跟你算中小 沒有 好啦 這個我必須跟蔡議員報告 沒關係 稅出的 好 市長 我說不行 我要分析 我跟我們請教你 我們的負債有增加嗎 我們的總負債 目前在到一百零十 一百零四年度到一百零三年度 有增加嗎 我們這樣算 主席 主席 我總財務 我跟蔡議員 好 依照主席辦法 我沒有問你 你不要說 我們兩個論戰很久 我不敢說 我們 財政處 是全國最大的 詐騙集團 誰都說 你都怕我玩文字遊戲 要把市長這樣 維化得很厲害 屬於像 我們一年多月交易 我感覺就不簡單 因為我們 我們是一個財政 不是很好的管制 工商不是很發達 可是我們 相關單位 都把它維化了 太過頭了 當然 我不敢說市長不好 可以這樣就不簡單 可是你們 經過你們的包裝 不輸我們台南市 貨幣百萬次 很厲害很少 是在中 我們的負債是政家 經過你們的包裝 他去年 有存錢 負債是假出來的 主席 你我問你 你跟我講就好 這除了 你們 心裡的新聞報告 叫你們自己 報告 你們是負債是政家 九點四五億喔 我跟蔡議員報告 好啦 主席 我問你 你跟我回那邊 我們不要再爭議 你到底是來議會 是我聽你的啊 你聽我的 我依照議事規則執行 不是說你聽我的 我聽你的 我講什麼 你跟他回答什麼 你常常我講 你跟他講什麼 不是我生意給你 儲得都賣 我問什麼 你跟他講什麼 這是議事規則啊 你們 市政府 很多時間去選團 你們的政績 你們怎麼說我實際 不要誤導 百姓說 我們就負債請教 你說 我們會計算的十四億 有沒有增加 你跟他講 有沒有我選的對不對 你旁邊有坐 你們的人 蔡議員你要分清楚 債務是債務 我問你負債 這個收支的剩餘 我只要你這樣說 我講 我感到我很用心 慢慢地說 要跟你說 去年的負債 加100.3年度 加100.4年度 我們的負債增加 9.45億對不對 這你們看報的新聞 又叫 開 新界市的心者報告 100.3年度 我們的負債 700億 2,860萬 對不對 民佛你們官部的資料 是730億 3千7百 610萬 對不對 有增加這些錢 我問這樣就好 我跟蔡議員報告 這個是長短期債務 我跟蔡議員報告 我跟蔡議員報告 你負債 我不是說這樣 我抱歉跟你說 三個字很難聽到 有的啦 我們在議會 你老公老是會 你常常我跟蔡議員報告 你跟蔡議員報告 這個簡單 這麼簡單的事 你跟蔡議員報告 我的相機 因為你 你侮辱我 我的用心啊 我認可報的新聞 還知道我報告 我去找 我們去年 新界市的心者報告出來 這樣清作 你再跟蔡議員報告 我跟蔡議員報告 我跟蔡議員報告 負債增加9.45億 沒有錯 好 這樣就好 好 好 那個是短期債務 好 我知道 那個你們報告 心肺心肢報告 你們說快去勝利 我知道 來第2 我們去年稅率 稅差短差 57億 今年應該沒有這個 只有100公司 那幾個 有錢 你們要回答 是你怎麼回答 債務的問題我回答 好 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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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我們是 就借了57億多 好 是 我們 各位鄉親 你們聽我嗎 我們 我們其中要搬他算不夠錢 變稅子要變多少 這50幾億 這樣看起來 市長這樣到底是怎樣 市長你們說快去省一款順十四的我 這算我算不算加減的 省一款的部分是不是請陳處長來跟你報告 市長喔 市長喔 我們要替市政府包裝 我們沒有反對啦 市長不需要包裝啦 好啦 我就說有八十天 你如果要把我賣錢我說有八十天嘛 我們會給我們一個政府移送 變一個移送 稅子多少 稅子多少不夠 來借錢借57億的我 借57億的我 我們說稅率稅子存14億的我 阿伯先生你跟聽我說有你嗎 到底是我們開始超過 比較多 還是還存14億的我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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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來看看 說聽看看 我要再跟議員說明一下 因為稅率減掉稅出 他實際剩餘就是14.58 這就是賬面上的數字 對啦 你怎麼不跟八十天說 你有借57億的我 可是那借錢的部分是財務調度的問題 我知道啦 我說不知道 那一般的話 你整個借500億 說存的存400多億 我們再借100多億 你整借100多億再過去 那你要實際要看 因為譬如說稅收進來的時間不一樣 好啦 處長 我是在跟你們說喔 我們各管市人不是不能說啦 處長 你請坐 是 所以我們八十條清楚喔 我們稅率不夠 稅率稅出不夠借57億 阿存14億的我 全台灣人人不敢這樣說 不敢討論說 我像多少 那一管事有人這樣做 我們台南市局齁 我早館的新聞 賴省四個字 我不是說我們賣 這個事情畢竟 我們稅前156年的我 像14的我 開43億的去呢 那你說你14的我 八十不是說 我們很厲害 你不是說你沒有稅率 你不敢說我們厲害 我們不怕 我們財政的法律 這個開始就在那裡去 要負責增加這樣 這樣抗出來不輸民 民主的不輸我們市政很厲害 很厲害我們當然打破了 可是我感覺這樣說是 不好啦 齁 不是說我們市政很慢 一個我們大安市的財政 以前我做官員到現在 順時尚要運作不簡單 可是你們都常常在包裝 包裝要過頭的 我們覺得最假 最假啊 我也要跟你們做結論是這樣 要玩四隻遊戲 大變台灣的輩子 贏得美名 我也不知道可說公平 這五十七年是你們 他勝出經過議員的統計 你剛才跟他講有錢 你們像十四年的我的推論 你們又不夠四十三億 負責越來越多 我也拜託大家 你們要說 我講我最小 不能說這樣 對你們優利的改正很厲害 全國電視台 這樣不輸我們 我們大安市政 真的有要落下花錢這樣 不需要這樣 你如果經常要給我揮 我也覺得說不意思 好 第二 說不下去也要說 我們有說 學平了人數減五百幾 我像像這樣 我市政很厲害 五百幾個比較多問 因為管治阿兵 這個無算的鄉頂代表 三百幾個 還有純百幾個 市政喔 你們主委會報記者跟我說 你到底八幾個會減到哪裡 甚至緊得到 還是這些認識的當天 因為我們管理後不錯 所以很多鄉頂公所 比較早因為 人間管理請很多人 最近 我們覺得不需要 不請 還是警察消防人員減他 因為 警察消防補不夠 所以 我就報 主張你可以回答一下 我們警消防的人員 基本上是增加了 已經增加 好增加 我沒有了解 所以主要是因為 我們像有一些約聘庫 都已經有減少 而且大部分都是 列出缺不補 所以整個一個 我們接下來請李昆黃的議員 感謝主席 財稅合併 應該是財政處稅務局 今年最主要的工作 但是 今天 我沒有看到任何 財稅合併的相關的報告 當 我們黨團書記長 蔡約 本席是根據報導 我們國民黨團 同意合併 還是 知道我們書記長說 有人反對 民共當然反對的是我 但是 蔡約 我們二十多年的老朋友 我不是針對個人 我是針對的事情 應該 昨天主席 要財政處 稅務局 合併 人事配置的資料 講三天 我們在我早上是不講話 但是 我準教 我們在野意思 不要講話 我準教練意思 不要講話 所以我就不講 因為財稅合併 預謀很久了 預謀幾年啊 所有的人事配置 我們早就都用好了 應該是這樣嘛 所以 今天 財稅 要工作報告 三天以後 才送資料 今天報告 沒有什麼預算 沒有什麼預算 不是 今天財稅報告 沒有合併的相關資料 我們市民 他們是 他們是你聽我 所以 對合併 本席有意見 因為 管治下平衣 聽到這邊 有可能 縣市合併 原來台南市 沒有什麼關係 不痛不癢 不過原地 台南關係 三十一方 永定期 英雄很大 你可以請問 我們台南市議會 當過鄉鎮市長的市議員 沒有一個公 管治下平是好的 尤其 我本席 可以這樣說 這五年多來 永康市退部的 英雄沒有進步 所以聽到兩位下平 很多人會怕 那我請問 處長局長 為什麼要合併 萬人在哪裡 合併以後 比醫政府下平比較好 你解釋一下 謝謝 李議員的指教 有關財稅合併 它是基於幾個原因 第一個 在縣市升格合併的時候 台南縣跟台南市 各有一個稅務的總局 合併的時候 這兩個總局並沒有合併 遷就當時 許多工作同仁的便利 所以就地安置 結果 有的地方 配置的人員 跟他的業務 是不相當的 我想經過六年 這個現象 必須要 要好好的來證實 第二個 我們 在 目前的服務上面 我們也發現 我們很多的偏鄉 我們很多人口成長的地區 如果 我們沒有加強 這個服務據點的設置 我們的稅務 它主要是服務市民 我們如果不在偏鄉 或者人口成長地區 增加據點 我們不能夠達到市民的要求 第三個 我們的組織 是不是要做相應的調整 原來 在上層的管理單位 設了七個科 我們現在的調整方向是 在跟人民服務的第一線的分局 從四個增加到五個 那麼內部管理的部分 由七個科 縮減為四個 這樣子呢 可以簡化我們的行政效率 可以提升我們對市民的服務 以上報告 謝謝 等一下 如果說這樣 過期水務局 成績都不好吧 不是 不是跟 不是這麼說 不是這麼多 人員是比較多一點 剛才局處長報告這些 人員的問題 應該是內部工作分配的問題 有的 這你們調吧 工作分配不均的問題 所以 稅務局 裡面 有人營運 有人很忙 這是內部調整的問題 是 跟合併一點關係都沒有吧 有 這是調整的問題吧 他有 之前就是 因為不能夠調整 不能夠調動 不是不能夠調動 所以 所以 所以就存在這個問題 在啊 這次看 你要做不做是他 但是過去 水務局 這個制度 他們的實質感不好 他可以 應該要合併 是這個單位 那績效不髒 生育不好 才要合併嘛 就請問管市學民說 原地管市不好 我們現在要做一定國民 的合併 這直線是一樣的 那 財稅合併 就否定 稅務局過去的努力 倒不會是否定稅務局 我們可以更精簡 更直接來服務我們的市民 這個是我們合併的主要的目的 根據報導 我是根據報導 稅務局 永遠太多 報導沒有這麼寫喔 有有有 報導沒有 沒有說永遠太多 這連處長講的呢 不是不是不是 這沒貼佈多勒 是這樣啦 我不是學會講喔 我們經過檢討以後 我們經過檢討以後 他現在已經離職的 已經申請退休的 這些人員的職位空缺下來呢 我們可以用精簡的方式 好好知道 你聽我說 你不要再解釋 不方便你說偏鄉 人口成長的地方 要經過人員 這些人員 你給他拍一偏鄉 拍人口成長的地方 他們能做什麼工作 他們不只會太怕了 他們能做什麼事情 大部分的案件都可以 因為未來我們會強化分局的功能 大概百分之九十的案件 分局跟分局 你是說偏鄉 像南溪玉井 偏鄉的地方 對 人口成長像永康 以前有鄉鎮事工所 幫忙稅增計政處 辦理相關的業務 但是也只是一個部分而已 你現在派到偏鄉 派一個派兩個 派到永康 東區人口成長的地方 他也沒有什麼功能 他只能收建而已 我跟理議員報告 絕對不會是收建的功能而已 這是理想 不是理想 這個要做到 這是理想 本身很清楚 本身六年 合併以後都在 沒有資源的財經委員會 為了什麼 因為這是 我們一個單位 最重要的 過不到才會過不錯 你如果沒有資金 沒有這些收入 沒有稅收 你政府就不用人了 所以六年來 我一直在財經委員會 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 在去年 今今年五成的時 本身鄧主席 都在財經委員 一直問市長 為什麼今年度 最有幾個人數預算 比股年更少 檢查 議員不敢說 同樣說 這是欲缺不補 這樣欲缺不補 你說七顆才剩下四顆 稅務局這些基層人員 你沒有升遷的期望 沒有這個機會 如果公務人員沒有這個機會 人人做工作要做什麼 反正我一天度過一天 反正我沒有升遷的機會 要升遷 要靠管理 應該是這樣吧 所以 你為了 為了服務所有的市民 為了好論 這個原因 我肯定 但是這不是你做主意 高層的決議 剛才我先說過了 預謀很久了 預謀很久了 所以在去年 省今年預算的時候 市局長不敢說 市局長是被逼退的 幹不下去了 所以我認為 你要拿錢給付是好的 但是既然 原地的稅務局長 你也應該要照顧到 讓他們有希望有升遷的機會 幹不下去 這個是有 這個一定會保障這些 這延長一分鐘 不用了嗎 第二輪 我們接下來請邱莉莉邱議員 謝謝主席 那個張處長 抱歉還是您 我想請問一下 你在今年的稅入 稅入這個資本門的部分 只有編了一億五千多萬的財產收入 那標示 我們台南市的土地 共有財產的處分 已經到了窮途末路啦 那平均地錢基金因為九分子 九分子到底是 是完全還沒 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出售土地 主席 主席 拜託給他麥克風好嗎 那個 現在是在賭咕你 沒有啦 沒有賭咕啦 怎麼在賭咕啦 他摸麥克風是在回答什麼 他沒刺下去 他沒刺下去 他的問題 不是我的問題 那個一億六千多萬 那個主要是給我們市民 基林地跟那個 陳豬讓售的 對 那標示說 今年都沒有土地 都賭了 我們的資本們 居然只有編的一億多 跟邱雲元報告 在編預算的時候 那個 九分子這個時候還沒有完成 那現在完成了沒有 現在已經完成 本來是預計要 預計什麼時候 要飆售 但是最近因為有災害 還有景氣也不好 我想地震局可能 會稍微往後圓一點點 我替你們很擔心 你在稅路裡面 去年 去年度 104年度的 稅客收入 預算數 你這邊是寫 那個你的執行率是百分之百 100.2 可是我在這一本橘色的看起來 去年 決算是210億耶 210億不是220億耶 就是104年度耶 然後你今年 你今年到現在的收入 才只有百分之 執行率才只有百分之4.5 今年漏漏等 你到年底 你有錢行業嗎 跟 我是替你很煩惱的 對 我也非常擔心這個問題 你也非常擔心齁 對 剩下的人不知道錢 在哪裡 連後 大家又認為說 台南市的建設都沒有進來 大型的建設到現在有規劃動工的 可是你一整年 你完全靠中央的補助款的話 那我們台南市的財政如何自主 我跟邱議員報告 我們在105年的預算編列的時候 已經把稅客收入 這個房地產不景氣這個因素 已經有加計進去 所以我們在增值稅的地方 給它先減掉9億 那這樣子我們今年的預算的 因為我從今年的預算數來看 你都比上年度的預算數跟決算數都下修 可見你對台南市今年地方稅的部分 包括甚至於連我們統籌分配稅 我們都非常的悲觀 那統籌分配稅的話 當然我們會以我們的營業收入 來做這個比較 可是這樣子的稅入 這樣子的稅入 那要去支應我們龐大的稅出 事實上是有困難 所以我是覺得財政處是幫忙 我們台南市去核算 看能不能變多少是會計單位 那稅務局又是統籌我們所有的 這個所謂的稅入來源 其實我是覺得財政處跟稅務局的合併 是很合理你覺得呢 謝謝 你這都你剛才我剛才說的 假設今年九份子重劃區 他的土地標售還是沒有辦法順利的話 我問你你今年錢回來 所以你今年只變700塊 這個預算規模 所以今年的預算是有比去年是有緊縮 緊縮很多 那會不會像蔡英輝議員剛剛講的 我們到了年底必須要舉債 今天在預算上面是沒有列這個 我們今年列的債務 列了多少 我們今年的債務列的是67億 67億 現在都還沒借嗎 還沒 準備要借嗎 目前的話到七月份大概周轉上是還OK 周轉上還OK 可是問題是你到了第二期 就現在很多的業務單位 他的預算都是用管控的 用管控 那你到了下半年要執行 要解編的時候 你到時候一定是沒有錢的 我們今年多了一筆 我們自主的預算跟村員報告 就是我們的燃料稅 我們今年跟公務局大家一起 向中央爭取還聯合 那大約多少 22億多 22億燃料稅 你聯合跟公務局去爭取可是 已經爭取到了 已經爭取到了 是是 所以說又多了22億 對這部分是自主的財源 自主的財源 因為我看你去年這個 所謂的財產收入資本門 是編了兩百多億 不是二十幾億 那今年才編了一億五千三百萬 這個落差真的是非常的大 那你用這個22億來補 剛好是把這個資本門的 所謂的 的洞把它補起來 但是你這個平均地權的基金的話 那去之前這個兩百 二十幾億的財產都處分掉了嗎 去年的財產收入大概只差了一點點 只差了一點點 差了一億多 如果加計那個我們那個 那個蘊河新鑽那個 那邊也還沒有標售嗎 那邊不是他 因為他我們是有土地給他做這個區段徵收 他必須要先繳庫 照那個公告限制的比例繳庫 所以他去年已經有繳十八億進來 那這個十八億進來 那這個十八億進來 剛好填補去年的二十幾億的 這個土地售價的收入 所以可以 他只有一億是因為那十八億進來 那你今年又在望那個燃料稅的二十二億 所以我們每年台南市政府都是在 都是在望看說我們去政策 中央可以讓我們自主裁員 可以讓我們買 我覺得這是很可憐 而且我們我從你的工作報告裡面看 你提了幾個促參的案子 好像也執行的不是非常的順利 所以這就是我們台南市政府的這個困境 當然你會很擔心 可是我相信這個財稅合一 這個主管業務 這樣子比較能夠為我們台南市的收入去做把關 處長您先請坐 我想請教一下我們台南市稅務局的 這一些的主管 杜大哥你這樣給我帶著 現在家裡分局旁邊是誰 什麼分局 庫款支付的王美華課長請你頭低一下 因為我看不到牌子 安南分局 家裡分局 新華分局 新銀分局 杜大哥 杜大哥你不要躲那裡躺著 分局長請站起來一下 安南分局的陳分局長 你在安南分局待多久 麥克風 六年 家裡分局的邱分局長你在家裡分局待幾年 就合併 合併以後 六年 好 新華分局的曾分局長你在新華分局待多久 我等了十二年多 十二年 那新華分局 那新營分局咧 杜大哥你又擋到我 在新年分局是四年多 杜大哥你不要在那邊擋 你擋到好幾次了 那你們四位分局長 在這個分局裡面 兩個六年 一個四年 一個十二年 都沒有調動過 好您請坐 那我再請你們四位請坐 那稅務局所有的科長 你們在這六年內 曾經調動過的請舉手 好請 請放下 這個是一個很奇妙的事情 一個稅務局外拜單位 可以一待四年六年十二年 合併之前待到現在 沒有調動 都不知道說 除了新華新營 家裡安南以外 的稅務要怎麼去分配 可是一個台南市政府的稅務局 還沒合併之前 每一個科長每一個位置都調動過 為什麼 張處長 你認為為什麼 是他們四的關係都很好 都不用經過 都不用去監控他們的業務 還是他們四個 真的在安南 家裡 新化新營 他們的稅務都做得非常好 業績都非常好 可以在一個分局住十二年 可以在一個分局住六年 最多的新營分局 楊分局長是四年 這個就是很奇怪的事情 稅務局不能夠在同一個單位 待太久 這個是大家都知道的潛規則 不是說潛規則 一來 他們必須出去歷練 你四五個都這樣 裡面的科長 有機會可以出去歷練 為什麼 是比大家的背後的 再給一分鐘 再給一分鐘 比背後的關係比較好嗎 還是比中午就可以陪議員 大人出去吃飯喝酒 我認為啊 財政處跟稅務局合併 都都好而已 拜託丟處長 你順便把這些人先我調動一下 這樣看台南市的稅立會比較稍微 好嗎 處長 好 德香 接下來我們請杜素雲 杜議員 謝謝主席 山區長 剛才你在答我們說 我們的稅收 今年會增加二十二億的人料稅 是 對 局長 這二十二億的人料稅 也是要用在公務局的收入 這道路派去開票 都可以用這個來用 你 主一炸台南縣到河濱的台南市 我都一直說 局長 我們的財政非常的 很壞的啊 一直惡化 我說過我們每一年都是在用四字來平衡預算 因為怎麼 過去我們都是用賣土地 賣土地 因為這幾年的經濟非常不好 所以說我們 例如說去年就今年的預算 我們可以賣到幾億的土地 但是 都沒有賣掉 都沒有賣掉 一年一年這樣下來 我覺得說 我們財政非常的危機 你有感覺說這幾年我們的預算在偏類 幾乎沒有什麼大建設 因為我們都沒有一項去 拿來建設新開票的 完全沒有 都是在這裡在負 而已 這樣我們是要怎麼進步 所以我覺得說我們的合併 真的是很烏龍 在都不知道合併以後是怎樣的體制之下 我們縣市就合併了 就剛才李昆芳議員說過 他過去做到我們的台南県議員 做到我們英康市的市長 他最了解我們的財政 還有這六年來他一直在財政小組裡面 所以說他非常的擔心 在我們都不知情合併以後的 稅務財政合併以後的情形之下 他很煩惱 我也沒什麼清楚我也是會煩惱啊 煩惱說是不是像 不知情的館市合併以後 整個台南市的建設都停擺了 尤其是我們的整個台南縣 整個台南縣幾乎都停擺了 路都很可憐 以前可以去修的 現在改了不能修了 這有國有宅三郊的土地啦 這有什麼那個 那個什麼呢 那種那個不是我們市政府的土地啦 只是要收樓 他幾十年來路都這樣走了 以前都可以修補現在都不行 這就是合併的痛苦 所以說我也要聽說 合併以後的好在哪裡 沒有合併的賣在哪裡 我請你給我答好一下謝謝 謝謝 謝謝都議員的指教 我們合併以後 光就稅收來講 我們在民國99年的時候 我們的地方稅的稅收是167億 我們到104年底的決算 我們地方稅的稅收已經有221億 這個就是合併以後 台南市的整個漸漸的繁榮起來 稅收逐步的增加 第二個就是剛才 都議員提到的燃料稅的問題 這也是升格合併以後 我們以院轄式的立場 但是這個不能算在你這邊 可以用你補動的 那麼這些錢 我們現在都由公務局 他們都會提出 每年他也要向交通部公務局 提出計畫 所以我想這個錢 大部分是專款專用的 對 在公務局 另外剛才您講 我們很多的建設 並沒有停頓都在做 比如我們的總圖 我們泡銷的開發 那個都是賣土地的 你都先拿來用 不是賣土地的 我跟杜委員報告 祖公子曬走就沒有了 剛才邱議員講 我們105年只編了1億6 就是沒有那樣的土地 現在的土地都是開發的 都是要靠開發 對 所以我們像泡銷 我們的總圖都是靠開發 你才有那個土地 這裡還有5月級來走 所以這些呢 不能夠說 合併升格 都是壞的 沒有 都是好的 大家看得到 慢慢感覺 先從這個市中心 我們講淡黃區 慢慢慢慢會擴散到 這個 比如說議員常常在關心的西北地區 現在西南地區都盡量在做 我想不會因為說 合併就不做 我想這個是一個 我是特別跟 跟杜委員拜託 也跟鄉親能夠說明 謝謝 局長 我們如果合併之後 你就是要去想說 整個 37區這麼大的台南市 怎樣去規劃 怎樣去做好 怎樣讓我們的市民方便 這就是重點 我們不能說 為了某種原因 因為 李昆函議員 他講的 你們議謀了兩年 這個議謀 聽起來 是感覺很壞 因為我講過 要合併什麼 因為 屬性議員都不知道 你們又沒有說清楚 沒有說清楚 當然我們心裡會怕 現在又合起來 對我們的市民是好嗎 對我們經格 我們的財政是好嗎 因為你說過 像我們泡河 我們去開發 去賣土地 你說的 這就是我們生前的路 我們生前的財源 那麼還要說 搬去那個館廟 泡河那裡 也這麼多 現在看起來 在棄的動作也有夠萬 你萬 頂他這裡就萬搬 萬搬你預估說 他這裡我可以賣多少 那也是 又是一個四字 包括像我們那個 那個那個 文化局 他說的 那個總土要花了快21億 他也覺得 我說我是要賣那些土地 來去這個總土啊 但是也是要土地有賣處理啊 是 所以我們都一先用四字在這邊平衡 說快 我都想要做 去這間家 我要花三億 但是我旁邊那些土地 我可以賣六億 我可以賺一半 重點 我們有趕快去處理賣掉嗎 齁 包括很多土地 在學院之後 我們也是已經都賣出了 齁 我說過我們現在財源真的是 開發財源齁有限啦 齁 啊用 土地用賣數據來的平衡啊 啊我 希望說 這不合格這樣一直惡化了 因為 我們算是說 已經從87年到現在 我很配合 你發財的財源齁 齁 但是 合併之後 我們要怎麼讓我們真正的台南是 升格 賣去 負責越來越重 這就是看你的評論啦 謝謝 啊所以你如果認為說 合併 整個 包括 你講過 我們很多貸財的都沒有補 齁 齁 在這處 你要怎麼去 從這 合併起來 中台這些人 怎麼去補怎麼處理 這就要看你的頭部 怎麼分配 但是我是希望說在這處 會 合併 不要再 留下化病 是有什麼目的在 合併的 我希望不要再有這種聲音出來啦 齁 這是我的建議啦 謝謝 謝謝都議員的指教 啊所以說齁 要怎麼讓我們的市民方便 這比較重要啦 齁 謝謝啊 感謝主席 張部長剛剛那個 杜議員在質詢 那221是由公務局專款專用嘛 齁 是不是要確定一下 他剛剛很care這個部分 現在公務局每年他都要報計畫 提報計畫 是是是 這個主席 這點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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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給他們的後來 你放心啦 OK啦 不過江部局長很開心啦 接下來我們請那個李文正李議員 還有陳怡貞聯合業務質詢 由陳怡貞聯合業務質詢 這其實應該是我們今年度齁 應該是 不管是去年 今年應該都是最近最重要的業務 所以其實這個部分其實局長應該 處長齁 處長兼局長應該其實要跟大會說明一下齁 我想我想本期這邊我想我也是支持財政跟稅務其實合併之後 這個都是市府主要的市庫主要的來源齁 那是合併之後讓他可以有更好的利用齁 我覺得這是一個正面的值得值得讚賞的齁 但是我想我也要請問一下我們的財政處長齁 那其實像我們現在齁區公所都有派駐一些人員齁 就是來協助一些稅務的工作 那我們目前是有多少的公所有派駐這樣子的人 目前還沒 還沒喔 是 我們就是說未來合併以後 合併以後 合併以後 我們會把這個功能還有地方的需求 目前我們這偏遠的地區呢 我們是用行動辦公室 行動辦公室不是固定的 那麼實施了一段時間以後 我們認為說已經發現在地的需求了 所以我們會設固定的全功能櫃台在那邊 所以是每一個區公所都會設置 不是 我們比如說像山區四鄉鎮 我們會看它 他們出入主要是以獄景為主 所以我們會在獄景地震 好 好 那麼在東山白河後壁這個地區呢 我們會在白河地震 地震 像東區這邊呢 南區這邊呢 我們會在 就是選擇一個比較集中 大家比較會去的地方去來做 對 那我想 當然這個也是究竟讓他們服務 但是 不要說只是淪圍最後只是一個收建的功能 希望它能夠發揮實質的一個效力 那我們合併之後 我們到底會有幾個分局 我們合併以後 除了現在的新營新化 家裡跟安南以外 我們會就台南府城地區六個區的安南以外的五個區呢 我們會設立一個台南分局 會再設一個台南分局 所以總共未來 有五個分局 就是變成有五個分局 本來是稅務局跟四個分局 那現在未來是變成五個分局 對 那分局設的地方會在哪裡 在原來現在的這個 也在原來這個地方 所以還是維持五個分局的這個模式 那會再增加嗎 目前的話我想 我們先從剛才講的全功能的櫃台 來填補我們服務的空隙 是 我想其實當然全功能的櫃台 當然它一個人兩個人三個人 他沒有辦法說去服務全部的事項 還是跟分局的功能有點落差 所以我想全功能櫃台有必要性 但是怎麼樣 因為其實服務員這麼廣 只有五個分局當然還是不是很足夠 那我們看到其他縣市 其實有一些是增加分局的做法 那其實那個對民眾的服務 可能是更加的實質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未來也是局長這邊也是要去思考 是不是有可能再增加分局 然後讓民眾有更完善的服務 我想這部分 我們會來研究 應該要去研究 那我想請問一下 再請問一下處長 那我們這個稅務局是併入財政局嗎 不是 兩個局平行的合併 那那個原來稅務局現在是幾科 現在是七個科 七個科 那未來的稅務局 四個科 拿掉拿幾個 我們是這樣 我們把這個法務科 還有納稅服務科 還有這個複合科 這三個科變成中和企劃科 那我們會把複合科裡面的集合 會派駐到各個分局去 輔佐主任 而且辦理就地集合 這樣做 我想本來都是獨立的法務科 複合科 還有您剛才說到的這個 納稅集合科 我想總共有三個科 變成同一個科 那其實他們原先的業務 其實也都是很繁雜 像法務科 法務科其實他可能就要 去看對納稅人員 他的一些違章法環 還有一些複查的工作 那未來這些工作落到誰的身上 分局 然後本局裡面會設法務專員 處理比較複雜的問題 複雜的嗎 一般的 一般的就分局就要處理 就是會落在原來的 分局 服務人員的身上 就變成 原來是可能可以到了 法務科那邊的事項 可能現在就落到了 各分局的服務人員的身上去 那其實這個複雜度跟 這個處理度跟專業度 其實我覺得這個部分 處長這邊可能也要再 再考慮一下 因為其實你變成這樣的工作 法務的工作本來是歸歸屬於 這個比較專業的部分 他歸屬於這些法務科的人員去管理 但是未來這些事情 他就變成落到 各服務人員的身上 我想對他們 當然工作加重以外 他的專業度 跟他的相關的一些 對民眾的權益來講 我想這個部分 局長這邊要看看說 對民眾有更好的服務 對我們的市庫有更好的收入 我想我們會增加人力 不會 還是維持原來的人力 還是維持原來的人力 我們可能因為這樣子 經過組織的調整 可能會有局部的增減 未來的 初期是不會 局部的增減 初期是不會 那我想我們的目標 都是期待說 合併之後 能夠對民眾有更好的服務 對我們的市庫有更好的收入 我想這是我們的目標 但是 這是 本席接到一些陳情 一些民眾 他們可能擔心 未來會遇到一些狀況 那我想 在這邊跟 處長這邊提出 那也希望說 這些問題不管是 我想法務科 被踩掉了 複合科 其實他是做 稅務查核的工作 其實也是非常重要 那未來都合併成一科 那怎麼樣 讓合併之後 這些工作 能夠像現在一樣的 確實跟落實 我想這個部分 處長要去好好的研究 不要增加了一般 地方服務人員的壓力 但是 影響到了服務品質 我們就比較擔心 我特別跟陳議員報告 我們也跟我們的分局主任 各科的科長講 轉告我們基層的同仁 未來組織合併以後 基層的同仁 不會受到影響 是 那麼他如果有什麼困難 他可以跟我們反應 我們會協助他來解決這個問題 我想這是 現在看到即將要合併 可能會遇到的問題 也在這邊先提出 那也希望說 處長能夠先去留意注意到 那希望說 不要未來真的問題發生 那也期待 我們市庫有更好的收入 然後我們這些民眾 最主要是我們民眾 可以得到更好的服務 謝謝 謝謝處長 接下來我們請李文正議員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主席 我請教你 你像說 還沒合併的時候 你幾個頂 我以前十月 現在呢 十三 現在是政務官 比照十三 對啦 所以這個 很多人在問說合併 對這個 老百姓有好處嗎 我說 我們是 未受好處 最少賺處 你像說我們剛才合併的時候 我們的這個 台南市的地價稅 累進的一個基準 我們是 三百五十萬 台南館的部分是 九十萬 結果累進之後 現在總要把 減下來剩百五萬 所以大家 不一定不一定 因為你政府合併 總要天上 總要落一條 稅金下來 不是落一條 稅金下來 這樣你要看 像說 今天你在合併 你只要說 啊我為到 我們的人民 來生多少 這款的 支出 連後 我可以提高效率 那時候 剛才你說的 我那時候 沒合併的時候 我接在這頂 結果合併之後 我接三這頂 我認為這不是只有你而已 我們議員也一樣 我們以前 我們是比較 這個處長 現在我們是比較局長 所以這個合併之後 那時候 都是 好康的在我們的 新屋頂 這老併生的時候 沒中沒地 因為合併的時候 早上把你 警告這個稅收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是 非常荒謬 因為今天政府 我們要做的一個事情 我們就是要替人民 來接送這頂 那是這樣 對 好 這樣 我再請教你 那個 像說 我們近年的 這個 補助補 嘛 這個我們的稅收 是這幾十年來 頭一間 中十幾億 我們過去的時候 我們都不救 我們都一定是 minus 這間的時候 有中十幾億 當然 中十幾億 這表示說市長 還是我們市府的團隊 非常理財 這當然要把你們輕盈 但是有時候 我們要知道 市長我請教你 現在外面的經濟好 好不好 不好 不好咧 不好的時候 應該照你說 我們稅收的減少咧 是怎麼才會 不好的時候才會 中十幾億出來 這原因在哪裡 是 天上報了來 還是說 因為我們 這樣欠回內地 還是說 我們 那個 有什麼樣的一個來源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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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官的 這個 那 但是有時候 我們現在我們 外面看的時候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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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理 做不下去 關於 這個 這個 倒的倒收的收的 大家 大家才是 這個經濟很壞的 那個處長是不是 對這個部分齁 是怎麼漂亮 這個經濟這麼壞的 這個重甘是怎麼 我們有辦法做這個 就是說可以有中這個 那個支柱欠這個收入 會中出來 你說我聽聽聽 會跟立委員報告 因為我們的房地合一申報的時候 所以到古年的下半年 我們 政貸稅和欠稅都有增加 這是因為我們的稅制有改變 大家在瓜地的年代盡情 把房地產的過戶 所以去去年 我們的稅收 是有比103年 地方稅有 由於210億增加到221億 這是這樣的 另外加上說 節省的部分 是不是 我請主席 陳處長 來跟 李議員報告 好 所以你在說 最主要就是說房市合一 是 所以現在就是說 這個地價稅 政貸稅的部分齁 主要是政貸稅 和貸稅 那個 政貸稅和貸稅 和地價稅 和貸稅 一百塊五年就沒有好 所以那個那個 我們就只有100億 百通億出來嗎 沒有 幾年 11億出來 喔 你如果想說這種 因為我們知道說 現在房地產 這種一個未來的五千嘛 因為現在 因為這是那個 齁 插地盆的對不對 對 齁 那個房地產 插到當天呢 齁 像說一個賺錢人 他又賺十四人 他也不知道要買一間房子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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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養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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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不確定的嘛 所以我現在要說的意思就是說 今天我們政府啦 我們來向皇家啦 我是希望說 因為我們民間要有這個經濟活力啦 今天我們政府 只不過我們是來替人民服務而已 我們應該要有民間的這個經濟 它可以這樣 大家可以這樣互發 大家可以得到這個政府的這個支持 聯合 正做敖頓 聯合的時候 他可以在我們的民間 他可以這樣來發展一個外套出來這樣 這對嘛 聯合我們這裡收稅收嘛 所以現在我們這個中央啊 你說收多少稅 我說奇怪咧 應該我們現在經濟比較差 應該我們的稅收要減少 結果的時候經濟哪賣 結果稅收多少啦 所以不怪現在大家愛白 叫沒有 叫康連天啊 因為就在那裡做不賺錢 政府這條要求 那條要求 一個這麼五百十多人要破啊 齁 大家這樣齁 那個處長你有感覺到說 這種一個民間的生贏嗎 齁 我們也有家賓 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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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 怎麼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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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進行經濟 這個比較重要 但是有時候我看我們的政府 有時候黑白出題 對的出題 不對的出題 我記一個最簡單的例 你像說人家的民間 人家開一個 像說大家無聊 找一個卡拉OK 那是一個很平常的一個東西 對不對 像我們家裡 裡面我們也有卡拉OK 如果家裡的隔壁說 你不就轉到小聲 當然我們不好意思 或是說我們如果炒到我們就收起來 我們就忙著笑了 去過的時候我們也是去幫人 發啦 什麼違反土地分枯啊 你看看我們這樣 拿來給人發 這些都艱苦人 都賺錢人 然後我們再說 我這個中多少錢 這有時候 聽到我們也很不敢 我記一個例子很簡單 我們只說卡拉OK不唱一 如果這樣外面中心 你們就有人忙著 對不對 所以我感覺說 我們政府的內部 我們來檢討 有時候你們這樣 這個中的灌 不中的灌 這個社會民間 要怎麼發展 民間的經濟 要怎麼去發展 要怎麼去 大家不怪 我跟你說呢 像現在 詞騙集團這麼多 這如果是一個社會問題 我們知道 大家不可以 吃頭路 不可以找頭路 所以 三星出來的 這後面麻煩的 很多啊 對不對 所以今天 你們 財主單位 齁 你們今天 看這個秋頭 齁 你們要怎麼說 可以讓我們這種 一個 我們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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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會 Baptist 向我們經濟 可以楯極成 一個發展 廠 cuidado 我請教你齁 你說 開發 你像 hopeful 有這種土地 其實像這種土地 我們都不充足 我們的保障起來 我們要讓我們的驚驚順順 來享受這些力地 享受到這些空間 你看像我以前要參加一個活動 開車就要駛一個停車尾 結果駛一個停車尾 結果駛一個停車尾 結果的時候我們車會駛駛駛 現在我們政府的收入 所以我在說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應該就要讓大家老百姓去賺錢 人家我很開心來把政府交稅 因為我賺一百塊給你交九十塊也沒關係 但是我沒有賺百姓錢的中間 你今天那天啊 這人也要來發 那人也要來發 大行的都 水金也要來發 老百姓也要發 老百姓要怎麼賺得到 我們這個 你像說 我們很多很多這裡的一個土地 我們台灣這裡三萬六千平衡公里而已 我們如果有這個土地 老百姓要做公共設施 老百姓要害怕孫孫 你今天開發 開發你也是五五分嘛 你也是要身分嘛 你也是要去大樓嘛 你也是要去廚嘛對不對 你如果想現在廚炒到那裡廣 現在空廚多少 我們也不知道 對不對 父長 所以啊 這就是我們 原材不會做公共設施 出賣我們家孫的一個財産嘛 對不對 父長 說開發比較好聽 你也是把這些土地 你也是 給理員報告一下 我們現在在英空那裡 我們有留一個十六公圈的公園 綠地 我跟你說 現在又怎麼留就不夠 是是是 因為怎麼現在整個土地 整個金粉粘半天 生活的空間就沒有 聽車場也沒有 公園也沒有 公共設施也沒有 都沒有 你現在土地還一直在開發 你老百六公圈就不夠 我跟你說 是 那就是說這些土地 你們不會掉下去 你們就是不會土地來在開的 所以 這種的一個 我們到這裡 應該就要趕快 不要再這樣 接下來我們要請 那個林美燕議員發言之前 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今天發言 第一輪發言 到楊中城議員的部分 我們休息十分鐘 蔡英文 不好意思 謝謝 感謝主席 來 我們處長 你說我們稅務局 跟我們財政處要合併 是一個組織的合併 為什麼你這組織合併 你規劃的多久 籌劃的多久 籌劃的多久 跟林議員報告 這個是從今年的3月份 因為我們向市政會提出這個 所以你從3月份到現在 現在多久 4月份 你在整個規劃中 你只用了一個月的時間 不是用一個月的時間 對啊 你提出來 我剛剛問你了 你在整個籌劃過程中 你從開始有這個概念以後 不是我開始有這個 跟林議員報告 最早 最早呢 是從財政部 張部長跟市長報告 就是說我們服務的都是市民 稅務是服務市民 你是要跟我講 你從什麼時候開始 就是要把我們的組織合併 因為你知道嗎 稅務局來 我請問你財政處長 稅務局的進展前身是什麼 稅務局以前是按國稅局 兩個合併的 然後因為業務的關係 他又把地方跟中央分開 那時候的他的標準 是因為地方稅跟中央稅的問題 跟國稅的問題 所以才把他們業務 他們覺得應該來區分 但是你現在財政處 又要跟那個稅務局 要在哪個合併 雖然你說是同等組織的合併 但是你有沒有想到 這個會影響的面奪管 你們有去做分析嗎 你說的 你現在剛剛做幾個簡單的報告 因為你如果認為非常重要的情況之下 你在今天的工作報告應該要提出來 應該要提出來 你完全避重就輕 你都沒有提出來 完全都沒有 你只是跟我們簡單說 你未來要做一個什麼 先啟動個什麼行動辦公處 我認為我們的稅務對我們台南市市民來講 非常的重要 因為有很多的稅 都是經過稅務局這邊 來做一個監控 我們才能好好的執行 所以說稅入的問題 但是問題 你說我未來要做一個行動的 行動的辦公室現在要做個代替 還有你未來你現在 整個組織裡面 你維持原來四個分析 然後又多的增加個台南市的分析 你實際就是把我們來的稅管處 稅務局 把它降低成為第一番的一個 就是副屬單位這樣而已 第二個階層 有啊 你等於是變成台南分析而已 所以你在整個的業務 如何去區分 如何去定位 我們在我們議會 完全看不到 你以為我們要怎麼 來接受你說的組織合併 未來 如果比較市民 跟我們問的時候 我根本就不知道該怎麼說 所以我在這裡也要麻煩 我們主席 在整個就是你要合併之前 你至少要把整個過程 你未來怎麼去 去怎麼規劃 規劃未來整合以後的組織 你要先讓我們了解 我們要不要支持 我們當然 我們會有我們的看法啦 所以這點這邊 我希望我們處長 你不是這樣 畢重最近 把這個問題帶出來而已 這邊處長來 你不用再講 我跟林議員報告 還有你剛剛說了一個 我跟林議員報告 我也跟各個黨團有做過說明 好 那麼 昨天議長也才是 要我們三天內 把這個組織加 人員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結構呢 未來組織這個 送給各位議員 我想我們會再 所以處長 對 這點我真的非常有意見 你這麼重要的事情 你要等到議會通知你 你要用三天 把那個資料送過來 我跟林議員報告 你之前 你本來就應該拿出來報告了 而且你之前 你就應該好好去跟我們大家報告了 這個規劃 說老實話 這個規劃要有一段時間 你這塊定案 你這個規劃要有一段時間 但是問題 你在整個 你差不多你現在 如果我聽你的意思 你大概已經掌握到 已經成為快成為定案了 所以對我們來說 我們蠻恐懼的 蠻恐懼的 非常恐懼 你未來 你要如何帶動我們的稅 所以我們在地方上的稅收啦 還有啦 你在今年 就你說啦 稅率跟稅出 我們剩餘 超多14億 5762萬 5806塊 對不對 數字我跟你說得很清楚 為什麼啦 因為 你這個人快的 可以說奇怪 大家都很清楚 快的我們今天 所以說可以存 14億多 你剛剛也報告了 為什麼會多呢 我們林議員說 你說為什麼多 你避重 你也是一樣避重就輕 你裡面 我們看了 你的稅入的部分 你是用課稅的部分 你超收15億多 有 有 但是 你怎麼知道 你裡面有一條 罰款 是賠償的收入 你是超收3.53億 你點罰款喔 到賠償裡面喔 你裡面是超收3.53億喔 你代表什麼呢 罰款就是跟我們 台南市民 我們蠻指引的 你給它動作提款機啦 你看 我跟林議員報告 你在整個 我跟林議員報告 這裡面啊 有1億4千多萬 將近1億5千萬呢 是環保局處分那個台塑的 他不是像我們的市民 其他的部分 3.5億 你扣掉1.5億 也有2億多 你應該知道 一條紅單 一條紅單 九百幾塊 六百幾塊 千幾塊 你可以累積到一多 你就看多少那個市民 被開的紅單 那個我跟林議員報告啦 那個我跟林議員報告啦 我們每次在稅入的時候 都把稅入的罰款降低啦 那但是他會收到這麼多錢 全省各地收到的 你的罰款 都會拿來 我們的議會 很多議員都提出來啊 沒想到你這樣說 但是 你把它偏低 前幾年都把它降低了嘛 數字 那個基礎都低了啦 你最近啦齁 最近 起比你歡迎 動不動就被罰款 動不動就怎麼樣 就被照相 然後開紅單 數字上面也簡訊出來 你的 你的罰款 數字是可以說話的 你是有增加超收的 我想最近啊 我們一直在講啊 從本市 從南台南市 九十二 九十九年十月二十五人 那時候升格以後 我們就一直卡在財政的稅收 怎麼 稅收化分化啦 一直在講是因為 立法院沒有三讀通過 但是我們始終面臨的是說 稅入的字 有幾個問題啦 第一個說 稅入我們自有的財源不足 還有自有的財源比例偏低啦 以及基本財政結構狀況不佳 稅有的暫緩 我們必須又要去償還 一個強大的壓力啦 這個四大要點 讓我每一個人都被擠壓的 台南市的財政被擠壓的 然後傳不過去啦 我想這就是你應該 你負責人應該了解啦 但是喔 我們現主席 我們事務團隊提出一個措施是什麼 財政的策略是什麼 尊潔優先啦 開言必起啦 是你現主席 你的政策啦 我想你主動刪除了我們金產門的支出啦 不必要的計畫 跟活動的經費啦 我想這也我們會 不必要的活動我們刪除掉 我們支持 我們把這個錢 發揮應該在建設上面 剛剛你的罰款的部分 包括我們超收的燃料稅的部分 你應該要換債 你記得嘛 我回歸OK嘛 但是我為什麼回歸 就像我說的 我管違規停車 因為我的一些部分 一些停車口沒有辦法 還有啦 我可能因為 車子很多 兩號歲月多 我們的路面不便宜 你看啦 整個台南市啦 我不知道你怎麼來的啦 永華路是開始進來啦 從清華路到永華路 到我們議會這大路 看看更更動動啦 路平專家是騙人的啦 我跟你講 所以你的燃料稅 你說要裝款式公務局 你應該也要讓它換在哪裡 因為公務局裡面的科目 也非常的多啦 你是不是要求燃料稅 是因為 車量擠 我們給稅收 車量擠是因為會破壞到路面 所以我們必須要要求它在路面上 我們要好好的去整頓 你的樓 那些人不便宜 你市民的感受就 讓我們要好好的公民 所以這個部分我希望說 處長 你好好的啦 我們政府其實 有要面臨 我剛剛說的四大挑戰的考驗 我想這都是不要跟他說 因為立法院沒有通過這個責任 我們不要 我們也不要啦 這樣的就是說 尊潔的 將片面的預算 找到降低 然後 你用罰款的數字喔 拉高啦 平衡這個漂亮的數字啦 我想對我們台南七七民 是不公平的 而且這是一個 治標不治本的一個財稅啦 你認為啦 這個是決算的數字 再給一分鐘 給麥克風 結的少啊 實際收到的錢嘛 這個審計是 是的 所以跟你講的不一樣 說我來美化帳面 但是問題是 我不需要 決算沒有容我 有美化帳面的 的問題 他就是收一分就是一分 這是決算 你讓我們覺得 我想林議員非常清楚 這是決算的數字 是這個感覺啦 這是決算的數字 這個跟林議員報告 謝謝 因為你已經把罰款喔 你看 超說三億多 你知道我們的市民 會覺得說我真的是 是一個提款機啦 當然你說扣掉一億多 我剛才講的很清楚 扣掉一億多 有一億四千多萬 是台塑的罰款 那是一億多而已啦 那台塑的罰款也一億多而已 那本來我們預算 就把罰款就拉低了 但是實際會收到這麼多錢 你做什麼把罰款 預算改成零 他也錢會進來啦 你不能用說是因為你預算 但是在數字上面降低 他錢給我 我不能夠說我不要 那不是理由 所以議會說不要 我把錢推出去 副長 要求 林議員謝謝 來我們請楊中成楊議員 謝謝我們台會主席 我們國科學主管 我們議員動員 我們的記者 律師 新生 大家午安 本席來就叫我們處長 辛苦啦 辛苦 大家都知道 縣市合併 可以說會蒙其力先受其害 尤其 這就是我們緣台南館的部分 各位都知道 過去台南館沒有學兵的時候 那在我們英空市來說 是財源都有什麼自給自足 在英空的社團也好 不可以說辦一個活動 都很輕鬆 就是管政府可以做 工作可以做 代表會可以做 所以辦一個活動 只要就可以做三條的經費 那麼現在 沒有什麼 學兵之後 都只能幫市政府 討論一個經費 所以讓我們的議員 感覺說 我們沒有享有到 原來更好的福利 更多 福利更多 這就 反映就是說 很多人在說 中先生 找東西你們做管議員的時候 是怎麼你們 贊成管治合併 那麼我給你看看 齁 在這可能 如果收到是你 我 跟我們學會 三個 可以在管議會的時候 了解的 找東西 我們的收到怎麼穩俗 你不知道有影響嗎 他給我們的信息 就是說 縣市合併成為直轄市 一年的建設經費 多兩百億 你有印象嗎 楊議員 我們不能說 縣市合併 我幫你報告一個數字 我們單是地方稅 我們就合併到現在 原來合併前是167億一年 現在已經達到221億 大概多了54億 當然 我們也不能夠說 只拿一個說 議員的建設款 來衡量說 我們是受益 或是受害 我想 我們 你看 我們這幾年 在英空的建設 大型的建設 是有很多 這是無可後悔 因為英空的人口 現在是 將近23萬1千人 他每一個月 就是四五百的在生中 所以不到一區 有那麼堂 英空 所以在英空 你說的是最大的詐騙集團 把我們引誘 就是說 你們一定要贊成 管市合併 因為管市合併 有很大的誘因 一年多200億 來建設經費 我剛才跟你說的 就是說 用這樣來欺騙 結果 合併之後 一年 比較多一個億萬 沒有責任到200億 那麼 沒關係 你不需要記在一起 那麼 我相信 你也知道 我們的市長 所以就沒有 跟高中節 入去美 做市長 嘛 這也是最大的原因 如果教師說 中央就有在地方 再兩次 讓我們台南市 為什麼我們高中節 不敢入去 要做市立 所以 這都不可以賠償嘛 我現在在指 就是說 尤其 我們 農業 做不贏人 那麼做不贏人 我在想 就是說 在農地 開工場 開啟街 所政 家政修 的房屋 家庭 家庭 處長 這個部分 你們有辦法通計出來嗎 賣賣浪地就都不用稅了 賣賣浪地就都不用稅了 那麼 因為他就開工場也好 開工場也好 開工場也好 所以 做生 你就是要交房屋 稅 跟地價稅 尤其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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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今年 又再發 就是浪地委會 水餅 就是浪地委會 有年12月 更加6萬而已 那麼 臣已經開始 對了 就是6萬 就是9萬 就是12萬 有法庭去統計到 我們 台南市 農地委會 使用 改發的稅金 法金 和房屋 和地價稅 所以 他們對 台南市的貢獻有多大 市長 有法庭 你統計這個所謂出來嗎 我跟楊議員報告 當然 農地違規使用 這是不應該的事情 來保水 這也是 我們 稅建機關應該要做的 你說的所謂 我請我們主任秘書來 幫你報告 謝謝 楊議員好 那關於這個農地違規使用 一罰一條6萬還是9萬 這不是稅務局法的 這是都發局 因為農地違規使用 不對 我指的是我們的稅收 那稅收的部分 這農地青渣 和地價稅 和房屋的青渣 那 增加的總共 總共的稅業 在去年 增加稅業是 一一塊而已 那房屋稅的部分 增加一一塊而已 那個地價稅是增加 也是 青渣 也是增加差不多四億 這樣 一塊到四億 對 對 我是覺得說這個所謂 對我來聽起來 我是沒有聲音的 沒有聲音的 因為太多太多 你聽一下 你聽一下 那麼我自己的 就是說 可以 能夠 找不到 就把八市民發達 當然 你說的說 幾乎三億萬 不是你們的目標 那麼 當然 能夠 能夠 在你們財政的收入 裡面 那麼 本市 就是要希望說 我們可以 盡量 都不可以把八市 發財 可以把八市 來倒政 政過 所以我一直在說 我們的農業 哪有法度人 跟人家拚 我們的農業 哪有法度人 說 去 跟人家照顧 沒有製造 只有 就是 驚嘆 很好聽的名字 精製農業 精製農業 那麼 我 上兩天 看了報紙報 就是說 我們 原列 稅出 七百六十幾億 我們的稅葉 較七百八億 那麼 我們的骨頭 起來 可以 稅出 剩 六百九十幾億 可以再剩 十四億 我 第一個 感受 就說 喔 花頭的人 算花花 那麼這個花 做什麼 剛才 我 我跟我們副議員 坐這位在開工 他說 我們議員 有夠可憐 把我們限縮到 完全 沒有辦法 讓我們 有更冷的手 用去造型 更多的補助 所以 我也認為說 我們的財政 只要 即可 可以 放一些 活動 讓我們的議員 在我們的社區 在我們的地方 可以做一些回饋的工作 處長 你看 這個方面 可以幫我們倒樓 你買 處長 部長 我想 我們的財政 有改善 當然是 做地方的建設 是應該的 我真的跟你說 不只是建設 就是一些 社區 社團 在幫我們討 三萬五萬 可以 比較著量 比較適合 讓議員 比較好運作 這個我想 我們會轉達的 楊議員的意見 好 拜託啦 因為 都民選 我相信 我們的賴市長 還有兩年多 任期 那麼議員 在地方 就是需要 要認真打招 所以 希望 我們的財主單位 對我們議員 這些 有需求的 能夠 更彈性一點 謝謝 謝謝楊議員 我們中場休息十分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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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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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以前的債務是一個很好的契機 所以想我們未來我們會把 因為現在就比較能夠 不會說這個赤字一直增加 那我們會來想辦法來把這個舊的債 來逐步的來想辦法來清場 但是這是我們的目標 自首裁員的目標 也希望能夠列為第二個主要的目標 強化我們的自首裁員的一個比例 在財政的支出分配上的一個比例能夠再提高 因為我所知道的自首裁員的能力 可能北高兩市包括高雄他們的工商收入也比我們高 各方面也比較集中 當然他們有他們的優勢 他們自首裁員的比例都比我們高很多 那我們也期許我們台南市能夠再努力 能夠在這方面能夠多多的努力 這個部分如果自首裁員能夠繼續在 成長到甚至跟裝備一樣都有七八十 這樣不得了 你就說了一件 在這部分 我想組織在這部分大家都支持 但是在過程還是要穩健 謝謝 自首裁員是關鍵 相信裁員 接下來我們陳情中裁員 自首裁員是關鍵 陳情中裁員 謝謝主席 我們財政主計的各位主管 現場有我們那個陳怡甄議員 還有 蔡議會議員 還有那個超前議員 我想他們都非常努力 堅持到最後一刻 那剛剛也聽到我們財政處處長的一個報告 我們104年的整個的這個稅率 稅出的還有結議 那這個相當不簡單 表示我們財政處做了很大的一個努力 才有這樣的一個成果 那這些成果呢 未來就是能夠慢慢 將我們台南市的這個舉債 大家一直給它行 讓我們的財務更健全 我想在這裡給你肯定按個讚 那我想有關於這個稅的問題 我還是要請教一下 就是剛剛 我看這個工作報告裡面 的91頁 裡面有關於就是 維護這個稅 這個租稅的一個公平 那何止逃漏稅這個部分 我想這個裡面呢 你有提到這個地價稅的一個稅籍 還有什麼使用情形的一個清查 那這個是怎樣 是提高地價稅嗎 謝謝指針 指教 那關於這個我們地價稅的清查 跟房屋稅的清查 都是主要是在維護租稅公平 就是義務違規使用 這個我意思是說 是說它提高地價稅的關係嗎 你把地價提高 然後這個課增的稅增加嗎 還是怎麼樣 不是這樣子 比方說它本來是農地 要把它蓋工廠 違規使用 那這樣子我們去清查 所以把它改課地價稅 本來叫電腦現在是停徵 所以就改課成地價稅 那房屋也是 可能它沒有一個房子 它突然長出來了 在不應該蓋房子的地方 或是它長高長攤 所以就是說地價稅沒有提高 沒有提高 只是恢復正常的課增地價稅 我相信我想 剛才大家有坦大 現在景氣也不是很好 薪水一直沒有加 對不對 我希望地價稅是能夠 朝降的一個方向來 來實施 但是本期建議 你們對於那個空污稅 純污稅 有沒有什麼好的政策 在這一部分跟議員報告 在我們大台南市 第四豪的房子 本來我們是自己自住 自住 是1.2%的稅率 在第四豪 我們開始就用1.5 這個稅率會比較高 這就是對於一個人 他擁有很多房子 我們把他的持有資本增加 第五戶增加多少 一樣是1.5 能不能再累進 那如果要累進 這個以後可以研究 我是建議這樣子 因為這個屯屋 這個真的是要課重稅 因為他嚴重的影響地價 他可能是投機 對不對 我這個對一般的市民來講 我想也不是一個好現象 所以本期建議你們朝這方向來 來做思考 還有空污的部分 你現在登革了勒 有的人根本是 一個空污在那邊 沒有整理對不對 可能還是這個病美文的一個 的資生員 這個部分空污稅的話 我想也要來 是不是也要考量一下 這個可以做研究 因為空地稅跟空污 這一部分 是目前有空地稅的立法 但是全國都沒有執行 那空污稅我們來 然後把這些課的稅 就用到我們的像地價稅 一般的市民的身上 把它降下來 我想這個 往這個方向來做思考 對不對 讓那些投資客 對不對 離開台南對不對 然後我們的房價 也比較去合理 那不是一個好現象嗎 可以不會這樣子 不過這就整體稅制來考量 現在今年上路的房地合一稅 就是有一點要課富人稅的這個味道 有這個考量 反正我本期建議你們 未來就是朝這個方向來做 那如果課的多了稅 回饋到一般的小市民的一個地價 所以這方面來 另外我要請教一下 那個有關你們的努力 就是要租稅公平 再何止逃漏稅 那像有一些店家 就是你們目前就有開發票 對不對 有的都是外洋圖賣股肉 就是說 我可能白天有在開 那晚上沒在開 你們怎麼做 這個統一發票 是晚上沒有在開 或是委員指的是這樣子 你來向人 你知道嗎 他要找稅就是這樣 我晚上店家 我就是沒有在開給人 對於你幫我找我就給你 不然我就沒有 你怎麼做 這一部分是屬於國稅的部分 統一發票期 屬於營業稅的部分 那不過像議員指教的這些 我們也會來跟國稅來反應 所以說國稅局 國稅局查不關我們的事 也不是這樣子 如果是有 他恰好有課娛樂稅的 我們是會有聯合一起去記查的 那這一部分 我們也都會 大家互相就是 這個有沒有漏開等等的情況 那我們就來 就是有關聯地方稅的部分 那一般的那個 像小吃 小吃當然很辛苦對不對 那當然 一般的小吃我們當然是 盡量給他們一個優惠 就是用比較 沒有在開發票的方式 但是 我是要強調就是 網路民店你們怎麼來處理 網路民店 那都擺在擺到這樣 對這裡擺到 可能 我們國主席那邊 可能還不止了對不對 沒有在開發票 這個都不用去查嗎 因為這是營業稅的部分 一樣還是 還是 沒有我們台南市的事情就對了 那像這個部分 他網路民店的部分 其實因為像這一次的 那個清明姐剛過去 有很多流傳的一些照片 排隊排兩百幾公里 村捲 我覺得村捲那個島是其次 因為那個是 那天而已 那個我想不用去太在意那種東西 有的人就是 可能是天天啊 甚至於就是 至少也是禮拜六 禮拜五禮拜六 就排得很長啊 那些民店你們可能就要去注意啊 那些民店你們可能就要去注意啊 需要嗎 雖然是國稅 你們都不用去 去主動的發掘問題 那些人賺那麼多錢 對不對 都不用繳稅 然後專門在課 我們這些公務人員的稅 你們在做的就是嘛 對不對 那合理嗎 我們如果接到或是 接到 這個訊息 我們都主動通報國稅 你談到這個兩個字 接到我不太能夠接受 表示你們 是非常非常的被動 你公務人員 你要有這種 這種 積極的作為啊 那個什麼 接到 這個用詞不要用好嗎 好 那也跟議員報告 事實上我們那個國稅單位 他們都有派人在站綱或是過去機查 那是他們主動的 所以都要給立法宇宛公交好就對了 那我們 我們這裡就不用管了啦 你們反正你們 那個稅務局也不用管到這裡嘛 應該也是這樣子 這樣子 我們也是都會有互相通報的機制 我想這個部分可能要 麻煩你們一下 好我們以後多主動 主動察覺辦理 剛才有談到就是 謝謝 那個有關於那個 我們這個組織的一個 再造的改變嘛 整病 那要把我們的這個 財政處跟那個稅務機關 並在一起嘛 那我想要請問一下 我們財政處處長 那個這個整病的話 你個人在做這個評估的時候 對於整個效益的評估 你認為優缺點是在 最大的優點是什麼 最主要的這次就是說 第一個回歸法制 因為那個當時 內政部在以這個 地方機關組織準則的 第六條的規定 財政跟稅務 他們兩個性質相近 所以不能夠兩個都是一級機關 這是一個法制上的 第二個就是說 讓機關扁平化 這兩個機關合併以後 我們就不必像別的機關 別的像北高跟新北 你要扁平化 你要我們同意嘛 就是說我現在要再請教的 就是說 你的扁平化 你的優點是什麼 扁平化以後啊 我們行政的程序 內部就可以簡化很多 我們跟分局之間 速度快 對 比如說速度快 縮短這個處理的事程 比如說我們有很多的事情 我們會把 流程縮短嘛 最主要是授權給分局的會加大 大概百分之九十的業務 我們再給最後一分鐘 能夠在分局就能夠完成 另外在偏遠的地區 我們有設全功能櫃檯 讓他們不必奔波往返 是這樣 目前我想可能同仁會有一些疑慮 會有一些疑慮 那我們的主管同仁會跟同仁 會跟基層的同仁也來說明清楚 只有餘慮這個缺點嗎 其他都沒有 目前大概是這樣 好 這麼簡單 是 好 就餘慮把它去說明一下 就消除了 然後真的 我們也會想辦法跟它解決 工作權力不會受影響 都不會 都不會受到影響 所以也沒有人會被 像之前 不會都不會 沒有 或者是被調到 其他會相關的一個單位 不會 都在我們的稅務系統裡 是啊 最後能夠 你因為扁平化 到底能夠減少多少人 目前的規劃是60個 到最後 第幾年以後會60個 現在大概我們 大概 謝謝 謝謝陳新宗陳議員 我想趁這個機會 本席也在這邊 對那個施柏林局長 任內期間 對台南市政府的貢獻 對台南的貢獻 表示敬意 因為貢獻都不先說一下 腳上的都不接 麻煩當然給他表達一下 表達本會隊的建議 今天的議程就到這邊結束 下午一點半 準時繼續開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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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先生 師傑